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Request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前面我们也提过 它做的事情呢就是帮助我们去发送请求 获取响应对吧 那么首先在学习它之前呢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它 为什么我们不是学习URLab对不对 在Python2里面呢有URLab Python3呢也有对不对 我们之所以没学习它 由于以下四点原因 首先第一点 属于Request的底层实现呢就是URLab 就是什么意思呢 URLab能做的事情 Request都能做 而且呢Request能做的话呢 比URLab要更简单一些 非常简单非常易用 然后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 Request在Python2和Python3里面是通用的 方法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对URLab来说的话呢 是不一样的 Python3里面有个URLab Python2里面呢有URLab URLab2还有个URLab3对不对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是什么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刚刚在讲RGB的请问头里面 有个叫做Acelling encoding那样一个 这个字段对吧 它表示是接收什么样的数据压缩方式对吧 那既然数据被压缩了 那对应的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呢 是不是要解压啊 那么解压的话呢 这个过程如果我们使用URLab的话呢 就需要我们手动的去解压 但是如果我们使用的是request这个模块的话呢 它已经能够帮着我们自动的实现 event的解压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在这一块操他的额心 由于以上4年的原因考虑了 我们在后面内容里面呢 会重点去讲request这个模块 如果大家想要去看或者学习URLab 像我们的支持的话呢 我们到时候会给大家一个 IgTML的课件 那上面呢是有的 就相当于做一个Qual的拓展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request的模块 到底去如何使用 那么在这里呢 有这样一个中文文档 我们先来看一下 看这个文档 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们要通过观察这个文档 去学习request的模块 如何用它来发送给网络请求 我们先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request这个模块呢 它是一个 它的文档是一个中文文档 对不对 还好它是中文的 对吧 那么其实后面呢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这个模块 以及对你的API接口的文档呢 可能都是英文的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也是对自己的英语水平 有一定的要求的 那如果说大家觉得英语 实在太头大了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 使用右键 翻译成中文这个按钮 点一下它 就可以把英语呢 翻译成中文 对吧 那只不过呢 这个地方它做的事情 是一个机器翻译 那就算是机器翻译的话呢 可能在很多地方呢 翻译的不是特别的顺 对吧 可能不是特别舒服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还是一样的 要回过头绪呢 去重新的再去看这个中文呢 而且这个翻译的时候呢 有很多时候 它会把这个代码呢 它会把代码本身呢 给翻译出来了 给翻译成英文了 给翻译成中文了 比如说它可能把request 给翻译成请求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会非常的非常的操弹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也是一样的 像这种常用的这种 英文单词的话呢 大家肯定是要 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最快 最简单的request 是什么意思 states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然后code是什么意思 最起码得知道 那么现在呢 大家可能 没有这种压力 对不对 可能并不能 说比如说 看看单词啊 可能很多时候呢 可能看的并不多 那这个时候可能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也没有关系 大家到公司之后呢 公司老板说 我们要学一个新的模画 这个模画的文档 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去呢 之后呢 我们看到全部都是英文文档 这个时候没有办法 也只有英文头皮去看 对不对 当我们看多了 看喜高了之后呢 慢慢就觉得 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并不是特别难的 所以大家现在呢 没有这种压力 也没有关系 到时候呢 逼一逼大家 就好了 对不对 人都是逼出来的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后面呢 有这样一个 目录 对不对 这个目录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索尤雅姐的那个问题 就是关于发动网络请求 对吧 我们想要知道 使用request 到底如何发送一个 网络请求 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发送 发送请求这个 按这个链接 我们点一下它 点它之后呢 我们调查到对应的页面上面 在这个地方 他也说了非常清楚 使用request的模块 发动网络请求非常简单 一开始要导入request的模块 对不对 import一下request就可以了 但是这里大家需要 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 request它是一个 第三方模块 我们要用它 必须安装它 安装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使用 pipe install 对不对 在我们使用 pipe install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注意了 当前我们这个pipe 到底是python3的pipe 还是python2的pipe 对不对 那怎么看 当前这个pipe 到底是python3的pipe 还是python2的pipe呢 怎么看呀 是不是pipe 刚刚vr就好了呀 看它版本号就可以了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里 其实我们 它是一个python3.6的 这样一个pipe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使用这个pipe 再来安装东西的话呢 那肯定就装到 对应的当前 这个环境下面的 python3.6里面去了 对不对 那如果它不是python3.6的 是个python2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 是不是要使用pipe3的 对不对 我们再去使用pipe3 刚刚vr就可以了 这里呢 需要特别注意 后面我们会装一些模块 装一些其他框架 很多时候呢 你装了之后 发现在pwarecharm里面 用不了 可能的原因 就是因为装错了 装到别的地方去了 对不对 装到python2里面去了 所以说呢 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可以尝试着 在我们的iPad上里面 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导入之后呢 我们使用request 叫get 调用一下get的方法 就能够请求一个url地址 然后对呢 得到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呢 我们保存在r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r是什么呢 我们发送一个请求 自然而然就能得到一个响应 对不对 所以经常呢 我们把它做到一个 response对象 而且本来也就是一个 response对象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我们发送的一个请求 它只有一个防卫值 对不对 那说明什么呢 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信息呢 都是在这个r里面的 比如说 关于这个响应的状态码 关于响应的头部 头部的内容 关于响应的文本内容 关于响应的 这个请 关于这个响应的请求的 它的url地址 响应的请求的头部 内容都是在这个r里面 都有的 那只不过对应的属性 有个方法里面 对吧 那么 如果说我们发送get的请求 发送一个请求 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发送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发送一个post的请求 怎么发呢 也是一样的 点post就可以了 所以看到这里 大家可以明白 我们这里发送一个 点get的方法 发送一个请求 它就是一个 发送get的请求的一个方法 这下面点post的 就是一个发送post的请求 这个方法 如果说我们还想发送 其他类型的请求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点什么 点什么就可以了 那么只不过这些 请求方法呢 我们可能用的并不多 对吧 但是也是一样的去使用 这个地方大家 没有问题 对不对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使用我们的 这样一个iPad来尝试一下 刚刚所说的request的使用 首先我们导入一下request 然后呢 我们使用一个r来接收一下 pon 等于request 叫get一个 比如说 从它百度来说 sendom.bidu.com 我们这样写 有问题吗 是不是少协议啊 那么少协议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看一下 这就报错了 报什么错呢 missing scheme 缺少方案 缺少协议 非法的url地址 没有提供协议 或许你意味着是这样来写 对不对 其实非常明确 对吧 所以说我们也是应该把这个协议给它加上http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response response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这样一个内容呀 这样一个内容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用监固扩起来的 这是什么呀 这表示它是一个对象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一个response对象 那么这个200表示什么意思呢 200就表示状态码 对不对 这是状态码的意思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装一下这个request模块 然后呢 我们接着往后讲 通过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能够非常容易的拿到这样一个响应 拿这个响应的时候呢 我们非常特别的希望干净的什么事情呢 就来获取当前这个UR记者 对那响应的HM字符串 对不对 当前这个UR记者 对应的响应的HM字符串 该如何获取呢 我们来学习这样一个属性和方法 response呢 就是当前我们发送完请求之后的 这样一个response这样一个对象呢 它是有一个属性叫做text 那为什么我在这里说它是一个属性呢 为什么它是一个属性呀 因为它是个名词 后续呢 大家看到这些对象 当我们点什么点什么之后呢 我们不知道到底该打括 不该打括的时候呢 我们给你的词性就可以判断出来 明白什么意思吗 text是个文本 是个名词对不对 所以它是它的response的一个属性 比如说我自己是个人 我有耳朵 有脑袋 有手 对不对 耳朵脑袋 手都是我的一个属性 对吧 我可以吃饭 可以跑 可以睡觉 那吃饭跑 睡觉这是个动作 对不对 所以它肯定是个方法 我们需要打上括号 对不对 那所以意味着后续呢 我们自己在定一个内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按照这种方法来 我们这个内 如果它是有属性 比如说内属性 或者说是实力属性的时候呢 我们都应该把它定成一个名词 如果说我们要定一个方法的话呢 我们就应该尽可能的把它写了一个动词 比如说get list get URL get content 肯定解吗 肯定解吗 这个地方 那么看一下response的内容 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样子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好像有一些问题 发现没有 什么问题啊 这是什么内容啊 是不是不认识啊 像这种我们不认识的内容呢 其实就是乱码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出现乱码呢 前面也讲过 解码方式和编码方式不一致 对不对 那么编码方式 是如何编码的呢 我们如何知道 当前我们调用response的text的时候 request这个模块 是使用什么方式来对它进行解码的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有另外一个属性 叫做response.encoding response.encoding 我们来看一下 encoding是编码方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request的模块 根据响应的头部来推测出来 当前这个响应内容呢 是根据这种方式来编码的 这是request的模块推测出来的 然后呢 到时候我们调用response的text的时候呢 它就会根据这种 使用这种方式呢 来对它进行解码 解码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呢 解码的那种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不是解码失败了呀 那是不是它猜错了呀 对不对 如果它猜错的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手动的给它指定一个编码方式 然后对呢 它就会按照指定的编码方式 对它进行这个解码 那怎么指定呢 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让它等于什么就可以了 比如说写个utf-8 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使用一下response的text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呀 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是这个样子的哈 中文就正常显成中文 这是一种方式 那么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 我们现在还用的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叫做response的content response的content 这也是一个名词 对不对 所以它也是response的一个属性 我们回车 看一下这个内容 是什么内容呀 是不是一个byte内心的数据啊 我们看一下这里 这后面是这个样子 这个字符串 前面的b开头 是不是一个byte内心啊 对不对 那么一个byte内心 如何转化成一个st2内心呢 这个decode的对不对 这个decode的方法呢 我们会在后续呢 在这个地方用很多很多次 所以到时候大家肯定会记着 我们把一个byte内心 转一个st2内心 就是decode的 我们再回车看一下 这个时候 中文是不是就是中文的呀 看到 decode的我们默认没有写的时候 在pyte3的情况下 它就是utf-8的方式呢 进行这个解码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所以这里呢 大家就相当于学了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response的content decode的方式来 获取网页的itm字符串 另外一种方式是使用 response的text的方式来 获取网页的itm字符串 那么在这里呢 就这么多方法 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对吧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要写另外一点 就是 request中 解决 百分之百 就是解决 编解码的 问题 方法 我们应该按照这种方式来做 首先我们使用 response 点 content 叫decode 这种方式来 它默认是使用utf-8的方式 进行解码 对不对 而且 大部分我们进入过的 90%的网站 都是使用utf-8的方式 进行编码的 那解码的话呢 我们也只用 使用点decode就可以了 那么除了这之外呢 我们发现 可能有的网站还不行 对不对 那不行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 decode里面 写上gbk 就使用gbk的这种方式 进行解码 如果我们发现 有一天gbk呢 仍然是不行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 response点 text的这种方式 来再加进行解码 它虽然很多情况下猜 都猜错了 对不对 但偶尔呢 也能猜对那么几次 所以说 这三种方式呢 就能够 百分之百的 帮助我们解决 在request里面 所有的编解码 带到的问题 能解码 百分之百的解决 所以我们只需要 从前往后尝试就好了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更推荐大家 使用response点 content的decode的方式 来获取网页的数据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 更多的网站 是使用 utf刚bar的方式 进行编码的 对不对 我们也使用 utf刚bar的方式 进行解码 那么除此之外呢 response点 content呢 它汇到的是 这样一个 二进制的 bys内型的数据 那么二进制 bys内型的数据 我们知道是一种 没有经过任何修改的 非常正宗的 原汁原汪的数据 对不对 后续呢 我们想要对它 做任何操作 都可以在它 基础上进行 对不对 所以我们更 建议大家 使用这种方式 来获取网页的数据 那么关于 这部分内容呢 我们也把它放在了 我们的 我们的科学上面来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关于response 和text 和response content的对比 首先response 和text呢 它的类型呢 得到结果 是一个str类型 那么它的 解码方式呢 是根据http头部 对响应的编码 做了一个 根据的推测 推测我们的编码 然后呢 用这个编码 对它进行解码 那么如果 如何修改 解码的方式的话呢 我们使用 response的 incode的方式 然后等于gpk 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或者等于utf.com 就可以修改了 那么修改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使用 response的text 就可以获得到正常的 我们经过自定义的 这种解码方式之后的内容 那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地方呢 很多时候 可能往往需要写 两步 对不对 要写两行 对吧 而下面我们使用 response的content 在decode的时候呢 我们只用写一行 就完事了 那么response的content里面 它的内型 得到结果 这个bys内型 它的解码方式呢 是没有指定的 对不对 因为它这个bys 并没有指定解码方式 那如何修改 解码方式的话呢 我们使用 decode 传入utf-8 utf-8在pd3下 可传可不传 对不对 然后呢 或者说是 使用gpk 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么 这是关于response的tags 和response的content 这样一个介绍 那么下面呢 有这样一个问题 这边这样一个需求 这需求是什么呢 我们要把网页上 任何一个图片呢 通过刚刚学的request 把它的内容呢 保存到我们本地 就是比如说 这里上图片嘛 对不对 它的ur地址呢 我们点击一下 复制图片地址 这就是它的地址 对不对 我们要是把这个图片地址 对的图片呢 保存到我们本地 我们要写程序 来实现这个事情 大家想一下 要怎么做呀 给大家五分钟时间 大家把这个 把这个代码给写了 三行 三行 四行 推卸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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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